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啊 为了对方用了什么小心思吗 那太多了 再说一个吧 那不是太多了吗 嗯 你说一个你觉得你最厉害的小心思 最厉害的小心思 最厉害的小心思其实是 是我不经意使出的 是吧 就是我有一次在直播间 我不是很强势的逼问你到底能不能弯 但其实那时候我只是开玩笑 其实那会儿我没有真的想问你 但是我就想动 我就想我看你这样子一直在半天不说出来 我就想这个我当时我心想 但这个男的肯定就 就 我这个我说跟你PK这么久 然后就加上我们线下 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聊天 我想这个男的肯定有点不太对劲 然后当时我就想故意就 我就故意就想把你逼问出来 但其实我当时我并没有想 说真的想跟你谈恋爱干嘛 想问你能不能弯 不是那个意思 然后所以没想到你后面说了一句 如果能弯呢 对啊 然后那后我就知道了 我就想这个男的能聊一聊 所以后面后面不是其实 有加进一点联系吗 就比如说你在成都玩的时候 我会打电话给你问你今天跟谁玩 是不是 然后还会就是让你报备行踪给我 刚才成都玩的时候你没有不开心吗 还好没有很强烈 真的假的 因为那时候没见过你 但是我都喝醉了 我都就 那当时我喝完酒回来 后面还给我打电话 但是 但是有一次 是你给我打的吧 你给我打的 我喝醉给你打 还是你喝醉给我打 好你也喝 那你也有去喝酒 不记得 啊重要了 嗯 嗯 那我 对 对这个小心思我觉得就是很厉害 嗯 那让说句 说出这句如果能弯呢 这句话 我有点想要小心思 我想一想 你当时是怎么想出说句这句话的 我看我感觉你就很生气啊 我很生气你很 那直播间那你感觉就是你很生气啊 你很在乎吗 我很生气 你就那种很追问的感觉 就是今天必须得到一个答案 你当时好像还是卖鸡爪吧 你卖什么 我吃我吃我吃 那你直播 我吃我吃我吃 那吃了吃了 那所以说当时 那个时候你就很在乎我的情绪了 没有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呀 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因为我不透露到底就是 有时候感觉你就是 你当时有我真的想跟你谈恋爱 你就是想你别嘴硬了 你当然就是想跟我谈恋爱 我当时 好那如果我当时真的想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回一句 我如果能弯呢 可能就你就是喜欢你嘛 但是我接受 因为当时我自己接受不了 自己那样子 就接受不了之后 其实当时你已经喜欢我了 就是有感觉 有感觉了 但是我时候不知道 就是我嘴硬咯 可以很好 我喜欢 来继续说我爱听 继续说我爱听 耳朵还红了 怎么一下子 耳朵还红了 这还没红 耳朵这么一下子还红了 天气热了 好纯情啊 小狗狗 来继续说我爱听 这是啥呀 你现在说到哪儿了吗 说到哪儿了 就说到就是 你接受不了啊 我当时心很纠结 而且纠结 感觉你就是那种很明确 给我答复的 就是感觉 如果我不给你回答 你肯定之后感觉我们就 就没啥联系了 后面应该 我感觉那时候 你很生气 我当时心里有点慌 你就告诉我 就是你心里觉得 我自己明明是可以的 不啊 这个也没有想到可以 我接受不了 就是因为接受不了 所以我就是在纠结这句话啊 那怎么 最后还是说出来 那后面我想想 我说了这句话之后 对 我在想想就是看我说 我说这句话 你的表现是什么 我当时我的表现 我是有点惊讶 然后有点慌张 这段时间你没想过 我会说这种话 对 所以当时就想 就想把这话把我堵死 那所以当时那句话 到底是真的还是发自内心的 还是发自它是假的 肯定发自内心的 不然我先就这样子了 哦 现在在闹呢 所以那一次他就是 他自我攻略的第一步 我叫人们 哦 嗯 很好很好 这种话多说一点 我爱听 嗯 可以 好第二个问题 那你的想心是吗 哦 是我 你问10个是吗 我问10个 嗯 嗯 可些 那个意思说不出来 嗯 吵一下后谁让谁 哎呀我感觉这种东西得让第三个人来堵 没关系 那我们就各自问 各自不是个想问的 都要回答 这个是都要回答的 他们说是个 这种问题是都要回答的 咱们知道 那你也回答一个你动了 找一个 你就你就回答这个吧 你动了什么小心思 动了什么小心思 嗯 想一想 感觉发生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 每天发生这些事情 就那次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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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两个月 嗯 两个月就是感觉我们那天就是很忙 然后就没有时间出去玩 然后想的我们就是起码在这一天跟其他天数有点不一样 就留下个记号 证明这一天跟其他日子不一样 然后那天我就就是在洗澡 洗澡 哎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替他替你回答一个 这也是我小心思 这是一个小心思 但是我觉得你做的最好的一个小心思是 你下门那一次第二次想找我复合的那一次心思 那咋 那咋了 前一天前一天把自己灌的大醉跟我说一句 我喝醉的都是因为你第二天约有吃饭 还约有去海边散步 这不是一个小心思 那句话我喝醉了 都是因为你就心软了 对我就心软了 本来我当然我当时想的是再也别给你这个人沾边了 真的吗 对啊 然后他那句话才是你的 你却挺主动的第二天 对啊这句话才是你的心思 然后第二天我还 我还故意我去问他复盘 我说我今天喝多了 我不记得后面的事了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我昨天干了什么呀 你给我复盘复盘 那他那天确实还挺主动的 然后我说我们出来吃个饭吧 然后我过了很久 我当时我都没回他 但是我跟杰森他们讨论 但其实 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我先有点小心思 然后他才 他其实你都不叫小心思 这是你下意识说出的话 你能有什么小心思呢 小冲冲呢 有什么 能有什么坏心眼的 小冲冲 对吧 是不是 小冲冲 我可都坏心眼了 我可都坏心眼了 小冲冲只会发自本能的做出一些事情 对吧 我也不是动物 我怎么是发自本能的做这些事情 你这个人 就发自内心的想做一些什么事情 才会想做 对 对 就不会有什么弯弯绕绕的 对 对 对 那现在有没有发自内心的想亲我一下呢 现在有想亲 不爱亲 可以 好 那这个问题就过了吧 你也没什么小心思 嗯 我下门那是小心思 那不是小心思吗 像是什么小心思 就给你买出话 摆了个爱心 那天就是想 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 可以 那也算吧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 那天 我们家就相处了这么多天 只有那几天就有标记 有标记那几天比较明 就是记忆流星 嗯 对 那天让我也狠狠地感动到了 嗯 你看 这个 有不知道问什么问题 怎么决定表白的 确定这是一个问题吗 他们说 刘松的脚臭不臭 只有你尝过 你就发现去 谁尝过 你瞎说什么 滚 疯了 谁尝过 我闻到是闻过 没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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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尝过